随着美国大选的临近 特朗普和拜登两位候选人正在拉拢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目前美国新冠疫情还在持续肆虐 抗议专家福奇的发言在美国民众心中很有分量 然而最近福奇却被迫卷入了两位总统候选人的口水战中 在美国新冠疫情爆发以后 特朗普与福奇之间多次被传出不和 早在7月 特朗普就曾公开批判福奇的工作 称其只是个打杂的 然而尽管如此 特朗普团队还是把福奇当成了拉选票的工具人 近日福奇在3月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所说的 不能想象有人能做得更多 被特朗普放进竞选视频中 称赞其应对新冠疫情的工作 这一举动引发了福奇的不满 他发声明称自己的话被断章取义了 他原本是在谈论联邦政府公共卫生官员 为了疫情防控所做的努力 然而特朗普竞选团队 坚决不承认磨剪福奇的行为 还称这些是福奇的原话 特朗普总统从一开始就对病毒态度严肃 反应迅速并且拯救了生命 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 特朗普阵营一边截取福奇的发言 为自己的大选背书 一边又不断批评和诋毁福奇 对新冠疫情的预测 在特朗普感染新冠火速出院 并恢复公共活动后 福奇表示他虽然很乐意看到 特朗普从新冠病毒中迅速康复 但这也会加剧美国公众对新冠病毒的误解 福奇还警告称 美国可能要到2021年底 才会出现疫情后的正常状态 然而特朗普坚称 新冠病毒很快就会消失 并且在选举集会上鼓吹自己免疫 当地时间10月13日 在福奇表示 不会屈服于压力后 特朗普再次抨击了他 并称他投球的手臂比他的预测准确得多 据报道 投球事件是指福奇曾为7月的 美国职业棒球联赛揭幕战开球 但球的轨迹偏离了基球区 福奇事后解释为手臂酸痛所致 然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 却转发了特朗普的这条推特 并与之唱反调 拜登表示 如果我是总统 我将听取福奇的建议和专业知识 而不是因为讲了实话去抨击他 据悉 拜登将福奇关于新冠的看法 视为指导意见 在他对是否需要放宽新冠限制条件 发表讲话时 他敦促各州州长 听从福奇医生的意见 除此之外 拜登还承诺 若是他能在下个月的选举中获胜 他将派遣福奇 长期担任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 并担任新冠疫情工作组顾问 值得一提的是 福奇本人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在近50年的公共服务生涯中 自己从未公开支持过任何政治候选人 但这次却被迫卷入 特朗普和拜登的竞争中 恐怕只会让他更心累 全都会被迫卷入 我们下谷隐蔽 是